字幕秀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接下來今天要跟大家介紹辦公室風水 辦公室的風水呢 最忌諱的 就是公司的大門口針對住 怎麼說呢 就是你出門 遇到一個柱子 這樣子 非常 不吉利吧 容易 就是公司裡面容易出內賊 然後意外 不斷 比如說公司員工意外不斷 生病啊 開刀 犯小人 被小人重傷 傷害 小人有可能是隔壁的店家 因為看你不順眼 你的聲音太好了 他就故意要破壞你 常常聽到這種事發生 原因有可能就是公司的前面有一個柱子 比如說電線桿 或者是 梁柱橋的柱子 因為都是不好的 不吉利的 解決之道呢 解決之道呢 就是 八卦鏡 這種 反射回去 只能這樣子 如果覺得不 如果不放的話 那就真的會 不吉利 那放個這種 八卦鏡啊 可以擋一些炸這樣子 緩解一下 這並不是百分之百可以擋得掉 辦公室裡面還有很多禁忌 比如說 我們 像 這一張 圖 大家看到 這邊是一個鏡子 那如果在這邊談事情 下面的人不就是看到了嗎 對不對 不就看到了 看光光了 內褲啊 女生如果穿裙子的話 內褲不就看到了 所以這種 擺設是非常不好 而且 也是很不穩定的感覺 比如說地震來的時候 這個玻璃是擊摧物 裂掉人從上面掉下來 受傷 所以像這樣子的 設計也是不 不OK的 辦公室裡面呢 我們最忌諱的就是 走道 走道啊 就比如說 你的位置剛剛在這個走道 走道旁邊 基本上有人走過去的時候 就影響你一下 你根本就不能專心嘛 你寫 看 讀個 寫個 寫個報告就突然有人走過去 然後你剛才在想什麼 忘記了 突然被 驚嚇 忘記 工作不能專 一整天都不能專 長期下來就精神緊張 也不能夠 像這個 這一張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 這張圖就是 這邊就是靠走道 所以這兩個位置是不好的 然後呢 這邊也是靠走道 而且還有一個最大的機會就是 背著門 你背著門的話 有人走進來你都不知道 有時候會被嚇到 驚嚇 就是你在做什麼事 都被別人觀看的 其實這樣子 會讓你心神不靈 鋸門太近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這種 鋸門太近 這個位置鋸門太近 就是不適合給人做的位置 應該是放一些 一些雜物這樣子 或者是把清空 放一些零食什麼的 這個位置千萬不能做人 因為這個位置做人的話 這個人 大概八成工作不能 做得很好 然後沒多久他就會離職 而且這個位置呢 也不能夠有放一些 比如說影印機啊 微波爐 電風扇這種 那如果在這邊放這種東西的話 這兩邊的人 這兩邊的人 你在這邊放一些 然後這兩邊的人就會被影響 就會離職 所以公司流動力會非常的高 好 接下來有幾個禁忌呢 就是說 不要在廁所旁邊 這是基本的嘛 因為廁所的意味會傳出來 通風如果不涼的話就會聞到 然後不能夠對電梯門 也不能對下樓梯 這待會我沒介紹到 慢一下 那化解這些 不祥 的風水呢 有一個 東西是很 吉祥物是可以的 就叫接玉之龍 就是一條金 銅龍 但如果你有錢的話 你可以買金龍 手上握著一個珠子 叫做接玉之龍 他的鞋 他的隱喻呢 就是大豬小豬 落玉盤 大財小財 進口袋 然後龍幫你接住這個金玉盤 那可以讓你周圍的停車 運去回復神器 帶來強勢的力量 這是一個吉祥物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說過 辦公室如果旁邊是廁所的話 有什麼影響 就是比如說有人在大便 大便的時候 結果那個意味就傳出來 所以坐在這的人呢 就很可憐 非常的可憐 所以辦公室旁邊最好不要有廁所 最好是離遠一點 通風要點點 辦公室大便 在這邊 這個人就停了 這個人馬上就離職了 沒太久就離職了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這種叫做辦公室鎮堆壁刀 什麼是壁刀呢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壁刀 那這個很危險 這個 住在這 對著的這個人 這個人身體會不好 很易怒 這個也是 拿著刀這樣砍他 只有這一個比較好 這一個是比較好的 所以商量人 異議人 那這個人就當主管 呵呵 並不會這樣子 因為大家走光之後 這個公室還有用 我們來看一下 化解壁刀 本來就是買一個盆栽 這邊擋住 讓那個壁刀看不太出來 人看不太出來 其實就沒有什麼 很大的 比較好的 不好的影響 還有第二個 如果老闆不准你買 盆栽 化解的話 你就只好買一個 吉祥物啦 像剛才那個街玉之龍啊 或者是屁 那個 屁修啊 對不對 讓沖澀之氣轉換 圓融無雜之氣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人的心理影響生理 如果你心理不健康 心理怪怪的 身體就不好 工作起來就不好 來看一下這一張 這就是一個 滿好的辦公室的風格 有黃色的光 這樣照進來 光 黃光就代表吉祥嘛 圓融 柔和 比較舒服之氣 然後呢 然後 如果有人走進來呢 他也不會是 看到塔 他 就是 不是背對著門 他是面對著門 這樣就不容易受到驚嚇 不過有人走進來 他至少還可以知道一下 然後呢 再看一下 他在後面有靠山 有一個櫥櫃 這個櫥櫃呢 可以當他的靠山 至少不是透明的 讓別人看到 這樣子 因為這樣 心繩會比較安寧 然後還有放了兩個 植物 這樣子 吸取一些不好的 晦氣 這樣子 那這裡也有個缺點 就是如果 太陽光太強的話 是有點刺眼 所以這邊一定要裝門簾 千萬不能夠空空的 靠窗 靠窗也是一個大禁忌 是要裝個窗簾 如果太陽 比如說中午太陽太大的時候 或下午太陽 早上的時候太陽再大 都可以擋 擋一下 調節一下 所以氣場決定工作效率 我們來看兩張 關公司環境 首先看左邊這一張呢 這一張 這兩個人 挺可憐的 他們做什麼事 都被後面的人看到 大家可以發現 他們兩個做什麼事 都被後面看到 所以他們兩個就一直在 專心於房子後面的人 Focus在後面 沒有辦法 Focus在前面 所以兩個工作一定做不好 工作會不專心 有人這樣走來走去 他們也會影響到他們兩個 所以這個是 No 這個是不好的風水 然後看看右邊這一張 這個呢 是一個好風水 心別 你要跟客戶談事情 不能在 左邊這種環境談吧 你要來右邊這種環境談 舒適舒服的 但如果這種環境也不 環境就不適合這種內情的 比如說寫程式的 內情人工 他太舒適 所以就會散滿 這樣 這邊是比較 右邊這張 幫忙環境比較適合 是有時候接待客戶都對外的 是有時候接待客戶都對外的 一個公司呢 要好呢 還有第二張法稿 就是招財禁保術 他可以進化空氣 安定氣場 招財禁保術 可以放在公司的大門的前面 擋掉一些炸氣這樣子 然後來介紹辦公室 防小人的風水 職場處處是陷阱 是非透透啊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無 小人分布非常廣泛 通常到每個職場都有小人 只是你看不到的 小人為了自己的目的 他常常就是 無視生非啊 造謠生事啊 讓你背負默序 表面上他會幫你 暗地裡坑你啊 光明正道的 光明正大的 假裝當好人 此地暗地裡 為自己排除 有力的障礙 就是 自私自利啊 他不會為別人著想 他是 他為別人著想 也是因為他想要得到什麼利益 喜歡挑剝離間 而且很愛拍馬屁 老闆最喜歡這種人 但這種人如果得志的話 整個公司 氣氛不是很好 就導致 單崩禮息 所以職場上的小人 隨時都存在 只是你還不 可能你還不知道 而且這種人的存在 會導致 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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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就是說 辦公室本來千萬不能夠放人形王 為什麼呢 比如說你放了這張圖 這個人偶 太可怕了 晚上燈關掉不是很像神像一樣嗎 還有這種人形王偶 這些都是招制小人的器具的物品 人形王偶 小人等於就很像類似那種王偶的意思 所以千萬不要放這種人形王偶 這是不可以的 來看一下 辦公室不好的風水 這一張呢 就是我們一般的風水嘛 所以走過去的人常常會看到你在做什麼 所以基本上這個位置是不好的 那裡面的比較好一點 這個位置也不太適合 給人辦公用 因為 除非它是屬於那種需要接待人的 不然的話 這個位置不適合做 需要思考工作 然後再看一下這一張是梁柱 這個下面的人 工作很沒有效 因為上面有柱子 所以這個可能要化解一下 那 基本上是這種開放空間也是不太適合 是需要思考性的 因為比如說你坐這邊的人 他在 打電話就影響到你了 他做什麼都影響到你了 螢幕在秀一個什麼突兵就影響到你了 所以這種空間也是不OK的 這也是不OK的 然後再看一下這種 這種實質型的 坐這邊的人會看到這邊的人 坐這邊的人會看到這邊的人 坐這邊的人會互相監督 所以工作起來永遠都沒有效率 不能夠休息一下 因為人如果不休息 人不是機器嗎 不休息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你一個小時你專心時間30分鐘 你可能有30分鐘是在 思考 表面上別人看起來就像是發呆 其實你在思考 那這時候如果 被這個人看到說 這個人這個人在思考 感覺像是發呆 打混摸魚的感覺 還是去報告老闆 這就是一個小人的case 然後再看這一張 這個人呢 背後有牆壁是靠山不是窗 而且有腐化是好的 然後呢 他是面對 面對 面對 門 他不是面對 同時 也就是比較有獨立空間 比較適合思考工作 而且還有放一個吉祥物 可以擋一些炸 那這個風可是又是不錯的 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說 太暗或太亮的半個環境是不適合的 要 要剛剛好 那剛剛好就是你眼睛不會刺眼 也不會太暗 看數不會太暗 所以最好是放一個台燈 比較好 好 如果太暗的時候就打個台燈 通風也不要不良 通風不良的話 其實你很難專心吧 因為如果就像是你在一個悶熱的環境 你沒辦法讀書一樣 可能需要一個16度 那太冷也不行 太冷的話 你根本就冷 冷閉了 你還讀什麼書 還專心思考 工作 真的 會影響你不專心 最好是 你的辦公室也不要在那個高架橋旁邊 或地下單 因為在高架橋旁邊 那車子秀過去 你就會影響到你了 隔音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就會影響到你 很重要 這幾個都是不OK的NG風水 以上就是辦公室的風水的重點